你好 财经揭露阿威 大家好 这里面出现9月12日的威 大家好 大家好 何浙江 我们今次又讲一下港股 又讲一下美股 因为这几天油价就已经突破了 向下70元 很多的... 很久没有穿70元 是的 是近期的低位 再穿下去就趋势一路一路出来 其实很多的事情 似乎中线有趋势出来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先看看港股 我有一张红色的一堆股票 那港股今天跌了就是 125点 0.75% 各指是0.75% 就是科技做得到 最主要就是下面的阿里巴巴 全世界跌它都不跌 正式立日港股通之后 正如外面那些 跌倒少了算是 那些很棒的 因为昨天上升了4-5% 那 正如其他的 有些KOL 分享 阿里巴巴巴 就是阿里巴巴进了港股通之后 就有资金 要买阿里巴巴的 但是问题就是 要沽其他股票 然后转到阿里巴巴这边 所以变成其他股票 就有沽滑 就是什么腾讯 那些就有沽滑 那 就变成了 它也能够站在那裡 大家看看 它有什么环境 现在只有一只 基本上 今天就不是跌了很多 整个恒生指数就跌 一百二十五点 都是 未够1% 但是你看到一只都过1% OK 油股是阴公珠的 883这些就不见2% 1171这些 52周低位已经10% 上个月介绍过它52周高位 现在是52周低位的煤炭股 新世界三年低位下跌了4% 大家都想到的 楼市是惡搞的 这个环境 怎么办呢 所以地产股 香港地产股很难有运行 6个多真的很残 现在没得说的了 你猜不猜到有没有白武士可以救它 如果要救它的话 那怎么救呢 就是不要想 单纯说想 股票很残 以前三十多元 现在只有6元 这样想 真的很难想的 其实 因为楼市都没有曝光 不会有白武士的 没有这么狠 就算有白武士进去 你都不知道它会不会发新股 搞什么才艺 一大抽 你作为小股东 你计得到数据就进去 我就不懂计算 就是这样很难计算 就是这样很难计算 不懂计算 好了 中国银行三九八八 就一个月跌了两个百分比 或者中近期这个 这个国内银行 派完息之后 就在那里 就是 现在国内银行股来说 跌两个百分比 就真的很多 通常跌 升是升零点几 过不到一个百分比 跌 这两年跌就是两个百分比 三个百分比 这样跌 三八八就三个月跌位 理论上来说 如果市值得 三八八就没理由跌 也是一直跌的 八五七也是一直跌的股票 六个月跌位 三八六 这只跌得今 又是跌到六个月跌位 跌三个百分比 所以市况 港股就没变 指数就慢跌 里面的股票就再跌多些 那我们看看这个趋势 那个恒生指数趋势 那一天 一二三四五 第五日的了 OK 第五日的了 都是退下来的 一步一步走下来 那所以 都是很老土那句了 飞着的飞刀 你不要手折它了 让它搞定了 那下面的就是国内的A股 三一八八是基金来的 是ETF 护心三百 你看到它一噴噴下来 都是噴下来的 所以 所以现在外国的投资者 那些KOL 就会说 因为油价跌通缩 所以 其实 某个程度上都在反映着 国内 都是在走通缩 所以它那些A股 都是一阵一阵向下的了 即是外面有KOL 是这么分析的 那我就不作评论 有人不停说 大家参考一下 那我们继续看美股了 美股呢 我们拿美股的章来看看 OK 美股呢 这个是昨天的隔夜 因为昨天是跌鸡灿烂的 你看到整堆油股 SLUMBERJAY SLB 这些是转油台股 52周低位跌2% XLE 是下游业务的ETF 跌1.7% 三个月低位 OIH OIL SERVICE 这些是52周低位 所以你已经跌到这些油股 很多是52周低位 那些这样的了 USO是有的 昨晚就跌3.3% 今天好像平稳一些 但都跌破跌穿70元的了 AA就是美国履业 一个月的低位 还有DBC商品指数基金 是52周低位 这个很少见了 然后有一只欧洲的转油台 又跌到52周低位 这些就很多了 所以何其惨烈 美国那边 那我们看看油股 油的走势 麻烦你 油的走势 USO USO在上面 在那 USO在那 走了一个三年的横行区 现在是跌穿了它的 跌离跌穿了不是很远 如果来的日子 爬上去 何智光 现在看不见到油股是在做多少 我刚才看到 WTI 就67元 和你刚才调的图差不多 布兰特 英国那边 70.86 都是70元 流上 但是偏低 不过 大家认识 67元 这个原油价格 如果未经过那几天 走不上去 的话 那其实就危了 布兰特跌穿70元 英国跌穿70元 WTI又跌多几元 那就很差 两个都一起 60多元的样子 有要走一转 那可大可小 可以在中间走下去 人家是震地仓 或者真是萧条 所以大家要做一个判断 因为影响你的投资是很大的 当然啦 如果你手上没有货 就拿现金的影响就比较少一点 基本上收息 每个月淡了就可以喝茶 OK 下面这个DBC 左下方的DBC 其实DBC象征就是整个商品 你看到这样飞下来 是这样飞下来 我怎么也尊重一下它 所以其实真是吹鸡 这次真的吹 危险信号 这些全部都是危险信号 是的 好了 旁边那个 就是25年期债 相对于油价来说 你看两幅图 对方大家三年 图的最尾 那里 ZRO 是飞下来的 因为那时候油价急升 风上来了 飞下来的 那现在油价开始下来 那这个25年期债券 是不是有得升呢 是不是 凸了那支东西出来 是不是已经看升浪的债券 美国债券 如果是这样的话 喂 爷姨不是很开心 阿爆山不是很开心 债券搞得好 用这个萧条来解决债券问题 债券会升 那我就觉得推理就是这样推理 但是为什么美国股神要买短期债 不买这些长期债呢 如果真的萧条的话 就应该是买长期债 买多些嘛 所以我记得股神这个操作 所以我对25年期债呢 就算我信他要升 要炒一转上去也好 那我也要有少少戒心 明白 完全弄了他 是不是 趋势的东西走一段 那你就赚了他 有份玩的 是不是 但是千奇 如果美国股神也这么坚决买这么少 或者不买 大家就要想想想 看看黄金那些的其他商品 黄智光,这张是昨天的,不更新的,但现在好像是2,520 对吧?黄智光? 你这个是2,499,但现在还差1%内容 差很少的,现在是2,518,动来动去 其实图图是很强的,这些图真的要当它是牛市办 但因为它的兄弟姐妹全部躺下了,只有它这么坚挺 那会不会它迟些会躺下呢?黄智光,是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都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老实实,刚刚的总统辩论 特朗普和何锦麗都说减税 对啊,大家一个就说减一些企业税 一个就说对中产减税 其实这些趋势到他们上台的时候 事但一个上台都好,两个人都打算印银子 不管什么结果的 那个选举承诺是要减税的嘛 是 那说了,可能做的就会印银子多些了 是 那这个老实实,这一刻是看到萧条的 到他们两个人上台,又变了什么呢?可能有不同 是呀,但是那个问题 这个已经是说2025年1月20日之后的事情 是吧? 是是是 就是我们说股票趋势 投资的环境,OK? 就说这几个月而已 这几个月而已 永远是很虚幻的 永远是很虚幻的 就是指着萧条衰退 跟着说,喂,两年啦 我真的不敢说 这几年就算了N这么多次了 那两个人上来 事但一个上来都可能 可能样子又有点不同 那问题就是 如果玩这个衰退 只是玩三个月而已 不过就炸到妈妈也认不到 可以的,可以的 自己的仓就死了 之后就通胀了 不过我已经被人炸到散了 已经 又被人叫妈妈钱又成了 那袋子都没了 接着哪里有钱买黄金 玩这个印银子 是吧? 所以怎样保存资产呢? 这个真的 不是说那么容易啊,大哥 真的 这种环境 看看这个Bitcoin 下面Bitcoin 已经是斜斜地下跌了 那会不会真的成势插呢? 那大家留意吧 那旁边的银子又是差不多这样的 又是差不多这样的 圆顶套下来的啊 所以 未来几个星期 究竟市场会不会 华尔街 犹太人 用这个机会去做一个杀鹿呢? 大家要小心啊 这种商品除了 除了银子是站得稳之外 其他那些都圆顶 这样的了 那今天还有时间是不是? 差不多了 现在 差不多了 好 没有投资意见 纯粹在这里吹吹水 好 大家好 拜拜